草屯良院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響應中央政府的長照政策 將草屯鎮北市里活動中心改建為日間照顧中心 乃服務離市區較偏遠的鎮民 緊接台 我們提供的服務的時間就是一個日間的照顧 那這個部分我想對我們草屯良院 跟我們草屯鎮在地的民眾都是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配合政府的政策在這個長照的部分 我們現在補足了我們這個長照一條龍的最後一塊 就是我們社區的日間照顧中心 這個日照中心呢 它是一個失智失能的混合型的日間照顧中心 那我們的長輩們呢 可以說在白天的時候就可以到這個日照中心來 接受有關於像失智的課程 或者是預防怎麼樣子延緩失智 怎麼樣子延緩這個失能的一個相關的課程 草屯鎮內第二所日間照顧中心 不管是醫療或是長照方面 都會由草屯良院專業的護理人員照顧 提供失智失能的民眾相當完善的服務 在北四南這個地方我們炒療來開設到日照中心 希望說可以讓我們資金這些事大真正的做到在地老化 用他的醫療的專業可以康電來照顧我們的事大 從零到有再到設備增設每一樣設備都針對年長者來考量 就是希望能夠提供更完善更符合失智失能照顧的條件 這麼多年以來一直朝著多元的這個方向來做發展 那尤其是他們現在又設立了一個製造中心 讓這個老長輩在地的老化 那讓老長輩可以在這裡一起用餐 一起來學習這個延緩失能失智的這些課程 讓長輩們都可以安度這個晚年 為了落實在地老化社區照顧 提供長輩就近的日間照顧服務 讓長輩享有尊嚴且健康的生活 提供完善失智失能的照顧服務之外 更可以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 接著六勝草存採訪報導